台湾前建制造项目24号宣布开工 蔡英文在开工仪式上宣称 动工证明实际的成绩是粉碎谣言的开始 然而台湾媒体指出 前建制造所需的最关键两项红驱装备 包括战斗系统整合与数字式声纳系统 至今尚未取得美方出口许可 台船专用厂房也没有完工 台湾前建制造项目为什么要急于开工 最终又能否如期完工 台湾时视频的原扬泰顺 张亚中带来全面解读 韩瘦肉精美猪扣关日逼近 民进党当局护航莱猪进口仍不遗余力 中国国民党24号送上战帖 邀请蔡英文就开放莱猪政策展开辩论 不过蔡办发言人回应这个议题时却予以拒绝 蔡英文为何拒绝辩论 台湾时视频的原扬泰顺张亚中为您深入解析 美国总务管理局已经正式确定拜登胜选 特朗普也回应将配合过渡工作 不过特朗普在推特中似乎心有不甘地指 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艾米丽莫菲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并表示自己团队发起的针对大选结果的诉讼还在继续 特朗普同意过渡但不承认败选 下一步他可能还会有哪些动作 时视频源叶海林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汇物用酒服猫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解放军军机巡航台海已成常态 据台湾侵略媒体自由时报报道 根据广播记录 解放军军机于24号清晨5点56分 7点50分两度进入台西南方向空域 高度为3000及4000米 而台空军照例在空警界并进行所谓的广播距离 根据岛内粉丝专专业台湾西南空域的统计 11月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湾周边空域21天 也是自本月14号起连续11天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机型以运八系列为主 好 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潜舰制造项目24号宣布开工 蔡英文出席开工典礼时声称 动工证明实际的成绩是粉碎谣言的开始 不过眼下就有蓝英明带和台湾媒体相继爆料 台船的专用厂房还没有完工 自制潜艇所需的关键零件也还没有敲定 台湾海军期待已久的自制潜艇项目终于在24号开工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台船董事长郑文龙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丽英杰等人 出席了当天的开工仪式 蔡英文声称 项目的动工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即粉碎谣言 展现落实防务自主的强烈决心 以及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强烈意志 回顾过去四年多来 从编续船签约 化设计服 到新建厂房 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在创造历史的里程碑 走在令人政府没有真正走过的这条路 确实是有重重的挑战 也会遇到种种的质疑 不过挑战和质疑不会打倒我们 今天起 Made in Taiwan 的潜见 就要正式开始建造 我有信心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一定能够开出美丽的果实 在天力量 台船董事长郑文龙表示 原型舰一计划于2025年交付给台海军 尽管台军方人士不遗余力地吹嘘 原型舰的性能优越 眼下蓝营民代马文军却爆料 台船的专用厂房还没有完工 台湾联合报23日也披露 台湾自制潜艇所需的最关键两项红驱装备 包括战斗系统整合与数字式声纳系统 至今却尚未取得美方出口许可 据悉 台军将自制潜艇所需零件 分为红驱 黄驱 绿驱三类 红驱是指台湾无研制能力 需向外寻求援助的技术 黄驱为取得困难但有自制潜力的零件 绿驱为可自行生产的设备 此外 国民党方面还质疑 在用于建造潜艇的核心部件 还没有采购到位的情况下 台立法机构编列的2021年自制潜艇预算 却超过105亿元新台币 合计支出将达到300亿元 通常情况下 潜艇造价仅约合100亿元新台币 台湾首艘潜艇造价却高达500亿元新台币 因此 近日台立法机构在审查潜艇 自制相关预算案时 蓝营民带要求至少冻结30亿元新台币预算 坚持待取得美方出口许可后再行解冻 这个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已经有特别提出来 也要求海军必须要确保我们都得到这部分的一个许可 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对于民进党当局力推潜艇制造一事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明确指出 通过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 来为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保驾护航 只能升高两岸的紧张 拉开两岸的对抗 对台湾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没有任何益处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曾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中方敦促美和其他有关国家 充分认清此事的敏感性和危害性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允许有关企业以任何形式参与台潜艇自造项目 停止与台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锈用月华 好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 台湾时视频率员杨太盛张亚忠 首先我们请教一下杨教授 台湾潜艇自造项目24号宣布开工了 蔡英文更是在会上宣称 动工证明实际的成绩是粉碎谣言的开始 然而有台媒指出 台湾潜艇自造所需的最关键两项红区装备 包括战斗系统整合与数字式声纳系统 却至今尚未取得美方出口许可 那么您认为蔡英文所说的如期完成潜艇制造 能实现吗 好的 主持人 我们晓得这个潜艇的制造 那么动不动就是花上百亿的这个新台币 那么这么大的一笔金额 那我想任何理性的决策者 总是要把各方的这种资源 各方的技术装备什么等等都到位以后 那么才敢去宣布开工 那万一有一部分的这个零组件 没有办法到位的话 这个经费可能就因此这个泡汤了 那么尤其呢 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两个关键的零组件 一个是武器系统 一个是数位声纳系统 这两个可以说都是潜艇的一个生命线 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潜艇等于就是在海里面的一个火把一样的 那么完全没有这个 对对方造成一种威胁的能力 那自己也没有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蔡政府居然就草率的宣布开工 那我认为背后有他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因为我们看看这一阵子 这一个月以来 台湾的确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像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租进口 在台湾就引起很大的渲染大波 然后在一个像这个蔡英文政府 过去一向依赖的川普政府 在这一次的这个连任上私利 那么使得这个民间对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执政能力 那么跟判断力 那么就开始的有一些质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当然就必须要制造一些新的题目 来让民众去关注 那么比如说最近台北也在传言说 美国有一个神秘的嘉宾 一个军事的将领 那么搭乘行政专机到台湾来访问 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新闻 本来人家对方也不希望你公开 那台湾政府也一向不喜欢公开这一类的事情 可是这一件消息怎么会曝光呢 那么可见蔡英文是有意的让这些消息曝光 然后让民间去让这个这个新闻媒体去等等 转移到这些外宾来访的这个议题上面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有他政治的这种考量在里面 可是呢这样一个冲促的决定 那么将来这个浅见到底造成造不成 我个人就存在很大的这种疑惑了 我怕将来只会让台湾的民众 感觉到对政府更是不放心 好我们再请教一下张教授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丽英杰也出席了浅见制造开工仪式 一段时间以来啊 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的态势高涨 那么张教授您此前曾经说过 民进党当局与美国共建欢场 这样的政客权力欢场将是台湾民众的悲哀 为何您会有这样的感慨 美国跟民进党他们这个权力的欢场是台湾老百姓的悲哀啊 怎么讲这句话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话讲说欢场是没有真情没有真爱的 民进党常常讲说他跟美国的关系是历年来最好的 大家打得火热一拍即合 可是各位知道这个欢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呢 民进党的蔡英文当然希望他在党内的权力 由于美国的支持他会更为的巩固 再加上他跟大陆的关系已经搞僵了 他也必须寻求美国的支持 所以说美国越支持 他在党内的权力的挑战越来越少 他也可以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你看美国是支持我们的 所以台湾老百姓不要害怕 必要的时候美国会出兵来保护台湾的 那美国为什么愿意跟民进党打得这么火热呢 当然也有他的考量啊 基本上他要针对中国大陆 那他所谓的协防台湾 对不起 美国的底线可不是说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啊 包括我们知道台湾的外事部门的领导人 他也讲过了 两岸如果发生战争也不会寻求美国的出兵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 上大家的气 因为这是美国叫他讲的 那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呢 其实包括三个东西 第一个 你要向美国买大量的军购 第二个呢 美国可以分享情报给你 但是你必须为美国分享更多的情报 那第三个 美国可以派人到台湾来训练台湾的军人 所以这些东西都只是美国为了赚取他个人的利益 而增长他自己的影响力 但是这个给台湾带来什么呢 当然两岸关系就搞得越来越僵了嘛 而且真正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也不会来保护台湾 那受害的是谁 受害的当然是台湾老百姓 所以我在讲就是说 表面上看起来 民进党跟美国的这一种欢乐的气氛 但是这个欢场是没有真情 没有真爱的 民进党他在利用美国 美国也希望利用民进党 而最后受害的谁 受害的当然是台湾的老百姓 以及我们的两岸关系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非常的感慨的 我也希望台湾老百姓能够面清 认清这个事实 好的谢谢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再来关注 24号上午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第12度赴台立法机构 进行施政报告并被咨询 遭到蓝营明代的抵制 依旧无法上台 国民党还另辟战场 24号向蔡英文送战帖 邀请他进行公开电视辩论 讨论放宽韩寿烙金的 美猪进口台湾一事 韩寿烙金美猪扣官日逼近 已登上台湾 最不受欢迎政治人物榜首的苏贞昌 及其团队近来又接连出包 据岛内亲律民调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 2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台行政机构的施政满意度 仅有51% 相较上个月下挫5% 达到今年的最低点 面临下台危机的苏贞昌 24号上午第12度 赴台立法机构进行施政报告 并被质询 却再次遭到蓝营的强力杯葛 面对记者的镜头 苏贞昌似乎有所抱怨 一夜之间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了 我当家基层公务人员也很丧气 觉得好像做得流汗 闲得流汗 然而当被问到 蔡英文还信任你吗 苏贞昌转头就走 没有回应 24号上午 国民党及民代沈以信 及国民党文传会主委 王玉民等多人 大动作前往蔡英文办公室前 递送莱猪进口辩论邀请函 陈以信引用当年马英九 接受时任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邀请 就ECFA议题展开辩论的潜力 要求蔡英文也接受 中国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的辩论邀请 蔡半发言人兼公共事务事主任 高孙代表蔡英文收下 却老调重谈称 应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上台接受质询 拒绝国民党的邀请 接下来他不接受我们的辩论的话 不接受江启的辩论 我们在立法院里边 我们会去 会再有下一波的上街头的 民进党当局护航莱猪进口 不遗余力 日前国民党发布了一则 反莱猪宣传片 民进党当局竟然批骑士 移花接木 有意往假消息方向调查 而针对国民党检举台行政机构 前发言人丁一鸣 诬陷业者使用含瘦肉精美牛 是在散播假消息 台警政单位却认为 丁一鸣的发言并非出于恶意 台湾媒体称 恶意和善意该怎么认定 民进党当局的主管机关自由新政 但什么样是并非恶意 什么样是基于善意 蓝营和各界的看法 显然与民进党当局的标准不同 好 就此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 杨台顺教授 中国国民党24号送上战帖 邀请蔡英文就开放来猪政策 展开辩论 不过蔡办却已拒绝了 杨教授您分析一下 蔡英文为何拒绝辩论呢 其实蔡英文拒绝辩论呢 我们几乎是事先就可以预测得到 因为从她的个人条件 那么以其她在这个议题上面 她过去政策的反复 我们相信她绝对不敢去面对 在野党的批判 甚至不敢在这个媒体前面 来进行政策的这个辩论 蔡英文这个人 其实她的语言能力 那么并不是很好 而她个人对这些议题的这种研究 也不是那么用功 那台湾的这个一般的舆论界也很清楚 蔡英文这个人如果没有读稿机 那么来提示她 那么她有时候发言是淋漓落落的 就是常常牛头不对马嘴 这个逻辑上 也有一些狗屁不通的这种状况出现 所以蔡英文并不是一个很会辩论 或者是很能够随机来这个反应的 一个政治人物 好了那你现在国民党提出 这样一个辩论的这个请求 蔡英文她怎么敢去应战呢 然后再一个 就这个莱克多巴胺租进口的这个事项 那么蔡英文她的前后政策的矛盾 从以今日之火否定昨日之火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罪证确凿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那对方一定会在辩论的过程里面 把你过去所讲的 然后来对照于你今天 对于这个美术开放进口的态度 一定会来做一个对照 然后来质疑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你的中心信仰到底是什么 那蔡英文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 一定会之无其辞 那自铺其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蔡英文当然她不愿意去接受 这样一个辩论的这个挑战 台湾为了讨好美国 要把这个这种猪进口到台湾来 那当然这个一般的老百姓 是非常反弹的 所以在这样一般老百姓 非常反弹的情况之下 你去辩论这个问题 那么无疑就把这个议题 继续延烧下去 让这个媒体继续来报导 然后让老百姓更加加深的 对你这个政府的这种不信任 甚至很多过去支持她的一些支持者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而变成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种反对 所以我不认为说蔡英文 有这样一个胆量 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种 理论上的这种基础 敢去接受来自于在野党的 这样子的一个辩论的挑战 好的谢谢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民进党当局针对假消息 认定执行双重标准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教授 蔡英文23号出席活动时 自夸台湾打击假消息有成 但怎么认定假消息 民进党当局的标准让台湾民众不太能接受了 像是台宪政机构前发言人 丁一鸣的牛肉面风波 被国民党检举是假消息 台警政单位却认为并非恶意 而国民党日前放出有事实依据的 反射肉精美族宣传片 绿营明代说是假消息 台警政单位却没有直接反驳 张教授 您如何来看待 民进党当局对于假消息认定的双重标准呢 各位朋友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真的很讨厌一种 就是讲话是两套标准的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他认为是对的就对 他认为不对的就是不对 那很遗憾的民进党就是这种双重标准 他所谓的假消息 就是不符合他的利益 不符合他的喜好的 全部叫做假消息 民进党你知道吗 他以前在野的时候 他坚决反对美国的莱猪进口 他认为应该领检出 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毒素进来 可是他今天执政了 也没有问台湾的老百姓 就一直行政命令 说明年的一月一号开始 美国的莱猪就要进口台湾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坚决捍卫所谓的新闻自由 结果呢 他今天上任以后 不到几年的时间 就把中天新闻台给关台了 这个是冒天下之大不会啊 可是民进党照干 你看看现在民进党 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立法院的权力是他的 整个执政权力是他的 媒体99.9% 基本上都是绿营的媒体 也是支持他的 唯一剩下的是中天 他要把他砍掉 所有东西你可以看到 他认为是对的 就是对 只要是不合他意的 就是一个假消息 我个人觉得说 这种东西 民进党将来一定会反思回去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多行不义啊 必自毙啊 我觉得民进党今天把认为 只要是合乎他的 就是对的 不合乎他的 就是假消息 这真正久而久之以后 就是多行不义 必自毙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国总务管理局已经正式确定拜登胜选 特朗普也回应将配合过渡工作 不过特朗普在推特中似乎心有不甘的指 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艾米利·莫菲 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并表示自己团队发起的针对大选结果的诉讼 还在继续 特朗普同意过渡 但不承认败选 下一步 他可能还会有哪些动作 时事评论 叶海林有独家观察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食料做好面包 我是杨阳 我们来关注近日中方话题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局长艾米利·莫菲 致信拜登称 特朗普政府已做好准备 正式开始政权过渡进程 这封信被公开后不久 特朗普就在社交网站上 发文证实了这一消息 但他同时指出 莫菲是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自己将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当地时间23号的报道 美国总务管理局已经通知联邦部门 确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赢得总统大选 当天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 艾米利·莫菲致信拜登 称特朗普政府已准备好 开始政权过渡进程 拜登及其团队将可以在过渡期间 使用联邦资源和服务 随后特朗普发推证实了这一消息 但没有承认大选落败 表示将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还心有不甘地指莫菲 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拜登过渡团队对总务管理局的决定 表示欢迎 称这是开始应对国家 面临挑战的必要步骤 当地时间23号晚 美国国防部网站发布声明称 以窒息总务管理局启动过渡进程 拜登与哈里斯的过渡团队已联络国防部 国防部将基于总务管理局的决定 立即启动支持权力交接的计划 以专业有序高效的方式 在选举后提供服务和支持 在特朗普继续否认选举失败后 他的共和党支持者中出现了新的裂缝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共和党籍田纳西州参议员拉玛尔·亚历山大 和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谢利摩尔·卡皮托 发表声明表示 随着更多的州确认他们的投票结果 特朗普政府应该启动平稳的权力移交 亚历山大还向特朗普喊话 希望他把国家放在首位 推进迅速有序过渡 此前已经有至少三名共和党议员先后表态 支持拜登开启过渡工作 当地时间23号 拜登的过渡办公室公布了首批内阁成员名单 据报道 拜登将提名其长期助手 前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担任下一任国务卿 非洲裔女外交官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则有望成为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在国家安全层面 拜登将提名曾参与伊核协议谈判工作的 前政府官员杰克·沙利文 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提名古巴裔的马约卡斯 为国土安全部部长 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埃夫利尔·海恩斯 将被提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 有望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 拜登在提名声明中称 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 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需要一支在我上任第一天就做足准备 帮我们重新夺回美国关键席位的团队 他们要团结全世界 来迎接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推进我们的安全 繁荣和价值观 这是这个团队的关键 美国总务管理局已经正式确定拜登胜选 特朗普也回应将配合过渡工作 不过特朗普在推特中似乎心有不甘地指 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局长艾米丽·莫菲 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并表示自己团队发起的 针对大选结果的诉讼还在继续 特朗普同意过渡但不承认败选 下一步他可能还会有哪些动作 我们知道艾米丽·莫菲之所以迟迟不去 这个确认选举结果 是因为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来说 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果只有在选举人投票 那一天以后才会正式产生 虽然选举人投票的意志 必须履行各州的选民投票的意志 也就是选举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投票 所以在选举人投票之前 美国的大选结果已是确定的 但毕竟还有这么一个法律程序 所以艾米丽·莫菲一直能够 理论上说她一直能拖到选举人投票 那一天在最终作出决定 当然在以前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也为此 就是因为艾米丽·莫菲的总务管理局 迟迟的没有确定选举结果 而且不跟拜登的团队进行对接 那么造成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党 民主党方面的极大的不满 这种不满在媒体上 在舆论上 包括在美国的白宫的政界和华盛顿的精英圈子里面 都形成了声浪 所以最终 那么特朗普方面才会做出一个姿态上的妥协 表示愿意配合总管理局 向民主党人竞选的拜登团队去移交权力 但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个制度上的漏洞的 也就是说艾美丽莫菲严格的来说到选举人投票那一天之前 她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任何错误 那之所以以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选举结果很早就出现了 而且双方都不会提出异议 那么使得总管理局可以很顺畅的进行移交 但是到目前为止 就是总管理局不向这个拜登移交权 进行这种权力移交的过渡准备 在法律上来说 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特朗普方面抓住这一点 把这个选战拖到了最后 在法律上的时候 他也不能说他违反了程序正义 但问题在于说 现在大势已去 因为密歇根州 宾州和内华大州都已经相继驳回了 特朗普的选举竞选舞弊诉讼 所以特朗普恐怕也要接受现实 那么未来的这个法律战还会打下去 但这个法律战已经和特朗普 能不能翻盘无关了 这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所以我想那么从这个艾米丽莫菲 开始准备向拜登过渡 过渡的这个团 这个拜登的团队进行这种 过渡期间的一些移交 包括提供资金的支持 那一刻起特朗普的时代 也就基本算是结束了 那么未来的特朗普 不太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 随着美国大选结果愈发明晰 过渡期间美国国内乱象频出 眼下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的态度 也是出现了分裂 那么您如何来看 这些共和党人士的顾虑 如果党内倾向推进 有序过渡的声音越来越大 会不会对特朗普的下一步动作造成影响 实际上两周以前 共和党就已经开始跟特朗普切割了 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几个星期内 关于选战舞弊的 无论是舆论战还是司法战 共和党都没有给特朗普背书 那么特朗普团队其实是孤军奋战的 那么无论是在州的层面 还是在联邦层面 美国共和党现在已经开始谋划 四年以后的复仇之战 去计量2024年谁代表共和党参选 有可能把民主党再赶出白宫 这已经是共和党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看到 不论是特朗普发表公开的演讲 还是说在推特上的表态 都没有共和党为他背书 那么这个共和党的态度 不是现在才确定的 那么在选战刚刚结束 一看选情不利的时候 共和党已经开始 要跟特朗普团队切割了 所以最近两周 在坚持和拜登纠缠不清的 其实是特朗普家族 而不是共和党 所以这恐怕也是特朗普 在最近的几天 不得不做出妥协 承认自己选举失败 那么释放出这样的信号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毕竟失去了共和党的支持 仅仅依靠特朗普一个家族 哪怕他是亿万富翁 他也不可能把这场法律战拖下去 那么在筹款方面 包括在动员组织层面 和在美国各州 进行法律诉讼方面 他都需要共和党的组织架构 而共和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袖手旁观 那么特朗普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好的 谢谢叶海林先生 稍后继续请教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就拜登公布首批内阁成员名单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叶海林先生 拜登23号宣布了涉及国安级外交团队的首批内阁成员名单 还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那么您如何来看这批名单中的人选 在正式上任之前的过渡期 这些人将如何开展工作 基本上拜登团队的老面孔其实是反特朗普而行之的 就是拜登的团队选择的是一些传统的民主党政治精英 特别是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的人 比如说他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特使 就是以前的国务卿约翰克里 那么他的国务卿的提名人布林肯 当年是奥巴马时期的副国务卿 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实际上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首席外交顾问 就是沙利文 所以可见拜登用的人不但是老人 而且都是在民主党此前执政期间 就是克林顿时期和奥巴马时期 长期在白宫在这个华盛顿开展活动 特别是开展这个涉及到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活动的 这些典型的美国精英 这也反映出了拜登的思路 就是拜登和特朗普要形成一个尖锐的这个反差 那么拜登更看重的是传统的美国政治上的 这些所谓的国务精英 也就是这个我们说吧 特朗普一直在反对的那些人 那么特朗普一直在指责这些人高高在上 那么不关心美国的民众疾苦 但实际上这些人的专业水平毕竟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拜登看重他们也是看重他们的专业团队方面的这个 拥有的经验 那么拜登急于用一些老面孔使得这个美国的西方盟友 能够恢复对美国外交的信心 能够让美国的这些前盟友 美国的这些盟友们感受到那种熟悉的氛围 我想这个是拜登任命一支 应该说相当资深 同时也是说相当让人没有心意的这个外交团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这个团队现在显然还不能接手工作 那么他们目前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这个接过美国政府 现在提供给他们的一些简报 涉及到国家安全 涉及到外交的这样的一些内部的信息 以便这个积累在最近几年之内 那么就把这个这个功课补上去 去积累一些现实的知识 那么了解一些正在发生的热点的这个问题的一些内幕情况 为这个1月份拜登政府正式组成以后 调整美国外交路线做准备 那么现在这些人 当然他们还要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们会在上任之前和美国的西方盟友 那么他们这些的官员 这个进行私人层面的接触 以便为他们工作 这个正式履职以后开展工作 建立这种人际上的这个桥梁和纽带 但对于像布林肯像克里这样的人 其实这一步的问题并不是特别艰巨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熟练 那么跟这个西方国家 跟欧洲跟日本的这些政要的关系 其实是比较热络的 那么他们并不需要临时搭建这种这个桥梁 这一点就跟特朗普时期 外交团队的这种对国际事务 和国际政要两眼一抹黑的情况 形成了非常尖锐的对比 好的 谢谢叶海林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你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国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